你怎麼能這樣說的 你怎麼能這樣拿來找頭 沒完你聽 請你去看 我後來才因為有拉扯還是這種話 原來不是對戲 好像真的有爭執 所以可能就把他拿來說比較激動 後來很好 後來 我後來才因為有拉扯還是這種話 原來不是對戲 好像真的有爭執 就是這樣子 會不會加個中間感到 就是我們那時候就是把 把齊文姐他們就拉開 對啊 你有沒有看到他錄影勸響嗎 有 我就可能就把他拿來說比較激動 對啊 後來很好 後來 因為我跟樂妍的戲比較多 我跟齊文姐比較少 然後後來好像就比較 比較少對照 就後來不知道 因為後來基本上都是對影跟齊文姐拍比較好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們後來 他們後來還是有 有他們後來有對戲 他們對戲幾分 其實當下 誇張事情我們也是繼續拍 可是當下拍的時候也沒有 就是很真夢想 看起來還是很專業 就是看起來還是很專業 把戲演好 你們要準備 會兩邊寫嗎 來 我的個性就是人不犯 我也不犯 我對人很客氣 但是不可以欺負 我沒有想罵他 我的好朋友 片場 就王樂妍伊玲 標國罵 邱其文回應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你怎麼會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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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完這天 請你離開 44歲八點檔女星邱其文 26號被鏡周刊爆料 和同劇組王樂妍起了嚴重的肢體衝突 不只扯對方依領 還按罵死破XXX等三次禁 幸好有人勸架撲滅火藥味 我來早上希望我要拍 我來拍一下委屈好不好 戲劇《美麗人生》開拍兩年 邱其文王樂妍在劇中演出好姐妹 但一次妝髮造型拖延到了拍攝時間 劇組的閒言閒語讓邱其文不太舒服 Butter一旁坐等的王樂妍對時間認知不一樣 業餘了幾句就讓邱其文直接爆炸 在攝影棚當著所有人的面大吼 誰說我遲到 我忍你很久了 不要以為你有靠山了不起喔 因為我個性比較直線條 我不高興我很容易就會散發出來 我藏不了 鄭中英進捧舒嬅時 關心了奧嘟嘟的邱其文 鬼雷來的邱其文說 我很不爽有人惹我 有個死破XXX老修團體排擠我 沒在怕的王樂妍聽了便回我沒有喔 騎到邱其文就上肩扯住王樂妍一鈴 搶下你什麼態度啊 有疑問你可以來問我啊 被在場人員拉開 邱其文還不要裹罵解氣 我的個性就是 人不犯我 我也不犯你 我對人很客氣 但是不可以欺負你 4月14號他在臉書PO文 沒有後台只有陽台 我不管你是誰不要的最大 26號在報導曝光後再度發聲 我的處事原則一直都是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你不打我的頭我不才以為 樂妍跟其文兩位合作過嗎 我們沒有合作過第一次 我對她印象是很能吃苦的女生 我第一眼見到這女生的時候 就覺得哇 就是很漂亮 可是她有一種很高冷的感覺 好像很難親近 可是跟她講話的時候 好像又 欸 又 又算好聊 你知道演員跟演員之間有一種 呃 同樣的心情跟心聲 我們這裡可以怎樣 她說好好好 一拍幾合的時候 你就會在演戲的過程 你就會很舒服 製作人好笑組說 兩人就是吵架誤會 起文個性就是這樣 有一些妝髮和車程的問題 這些都是誤會啦 至於雙方和好了沒 好笑組說 女人家心都比較小 要在一點時間 現在表面上就是沒事啦 而往後會不會後不見後累 她則表示 沒必要這樣吧 她們在戲裡演了兩年多的姊妹濤 現在戲中還是親家呀 我沒有想罵她啊 她有好朋友 她在罵妳的時候 妳心裡在想什麼 我覺得她講的是有道理 其實初期文一直以來性情剛烈 2019年演出大時代 就因為誤會自己是王瞳口中 反講話的女心 標罵五字經寫下千字文 跑紅劇組同酬掌勢欺人 罵人像罵狗 您是在對我耍什麼味啊 希望不要再碰到會欺負弱者的同酬了 對照下來咧 有話直說的初期文雷點很明顯 就是討厭被誤會以及職場暴力 邊棄邊認同